大家下午好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汪尹 今天要给大家更新一期 我们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叫渐渐精彩 我会给大家专业的讲一讲 我们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 各种藏品的来历和传奇故事 咱们说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宗教类的艺术品占据了将近43% 当然了西方的宗教也有 东方的宗教也有 伴随着人类传播这些宗教 它都是需要把这些宗教的理论 给它具象化或者叫符号化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值复活节 咱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关于复活节的三兔之谜 什么叫做三兔之谜呢 在欧洲的宗教上有这么一种宗教符号 你可以看到是三只树子或者顺时针 也可以是逆时针 这样在互相的追逐永远停不下来 大家也知道一只兔子是有两个耳朵的 而这种宗教符号你看它巧妙的 用兔子和兔子在奔跑之间的状况 让每一只兔子看起来 既好像只有一只耳朵 但其实又是有两只耳朵 这种循环是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 是有很大很大的解释的 其中很多的东西呢 都关系到什么呢 关系的到呢 就是耶稣受难和重生的这么一方面的故事 但是如果您知道 这个故事起源于我们中国的东方 而这个概念 这个三个兔子的概念 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文化 您可能会感到有点没有想到 那么好了 咱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 复活节呢 是经常能看到呢 三只兔子的这么一个形象 其实呢 它是代表呢 耶稣受难并重生的这么一个故事 在我们大都会博物馆里呢 收藏着呢 这么一个画 它呢 是由早期的荷兰画家 杨万艾克所画 画名呢 就是受难呢 与这个最后的审判 它大概呢 是在1421年左右呢 完成的 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呢 中间的盯的是耶稣基督 左右呢 两个是跟他一起呢 陪绑的这个犯人 在这边 你看到耶稣得到重生之后呢 一边是圣公玛利亚 一边是圣洛瑟 所以你看到当时的这个画家呢 已经将三一的概念呢 并不只用于呢 宗教的理念 而用于呢 这个绘画的布局 所以说这个三一呢 在这个咱们说西方的宗教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 您可能也听说过 各种什么圣三一教堂啊 圣三一大学 其实都是这个概念 这张画呢 现在是放在我们大都会博物馆的602展厅 它位于二楼啊 你如果搜呢 可以就是说呢 搜这个就找到了 因为这里面藏的作品呢 一般都是在1420年到1480年 这个作品就在这里面 咱们说呢 另外呢 包括大画家丢乐啊 画的这个圣母子 也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是圣子 圣母啊 圣若瑟啊 你看到了 也是有这个三只兔子 互相追逐的这么一个场面 那么为什么这三只兔子啊 和这个咱们说圣家庭有关呢 这就是圣子圣灵圣父的 一种观念性的这种图画体现 时至今日呢 在爱丁堡的莫里斯舞呢 还是十分流行的 并且呢 这根呢 咱们说耶稣基督的重生呢 还有这个兔子呢 都是非常有关系的 当地人呢 也是呢 跳这种类似的舞蹈 三人一组呢 互相交换 但是如果说呢 这种三个兔子互相追逐 并且呢 把耳朵混在一起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 这么一个咱们说呢 制图的标识 是在什么时候就有的呢 在我们的文献里呢 在我们敦煌的莫高窟的 三菱五窟 在它的顶部 这个窟的顶部 就有一个这样的图像 这个图像呢 虽然呢 就是很模糊了 但是看的还是很清楚 在莲花中呢 三只兔子呢 互相追逐 当然我给大家放的呢 这个是莫高窟的407窟 因为这个窟的 这个顶部壁画呢 是比较完整的 它来源于我们中国随朝的 581年 直到618年 我们相信呢 这个大概是在 584年左右做的 另外在莫高窟的139窟呢 是晚唐时期的桑尔兔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兔子已经画得 非常的丰满了 包括这个兔子的毛 兔子的爪 都已经呢 包括兔子的体征 都已经很写实了 晚唐呢 大概是在 848到906年 所以你看到 在那个时期 中国呢 对这个桑尔兔呢 已经呢 有非常就是说 具体化的这种表现了 因为呢 按照佛教来说呢 这个兔子呢 曾经呢 就是舍弃自己啊 来呢 这个供养僧人 有这方面的佛教故事 于是呢 又有这个轮回之说 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佛陀的前世啊 他呢 就是先是王子 在他做王子之前呢 又曾经呢 是一个兔子 在做兔子之前呢 又曾经是一个修士 于是呢 三世轮回 所以在这种佛教的轮回理念呢 那他又是怎么被传到西方呢 咱们接下来讲 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呢 305窟的这个复原图 上面这个兔子呢 就像大家看到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大都会博物馆里呢 我们还收藏了一些陶瓷的碎片 这个呢 来自于呢 埃及和叙利亚 大概呢 是1200年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 埃及和叙利亚在1200年呢 也已经有了这种三兔的概念 只不过呢 他们用不同的颜色呢 来表现这个兔子 来代表不同的世界 到了法国呢 在1300年呢 这个背景呢 是一个教堂的顶部 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三兔啊 包括他这个教堂的旗子 德国的这种三兔的盘子 包括呢 这个是英国教堂的 这个一个石刻雕像 这些呢 是被认为呢 最早期呢 咱们说复活节呢 就是根据这方面的历史故事呢 来呢 就是说呢 进行的 所以有人说呢 这个 咱们说复活节的观念呢 是来自于德国啊 这个兔子来自于德国 原因就是认为呢 这些就是说 这些咱们说呢 历史的遗迪呢 告诉他们的 但是在这些遗迪之前呢 中国呢 早就有了关于三兔的概念 那我们的三兔呢 其实就是靠着丝绸之路呢 来到了欧洲 来到了西方 并且把中国佛教的理论呢 被当地的信徒呢 所引用 而转换成了 他们自己宗教和文化的一方面 这是中国丝绸之路 将自己国家的文明 传播给世界文明的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今天呢 大家都在过这个复活节 这是一个孩子节日 我也希望呢 全天下的这个父母和这个儿童呢 欢欢喜喜呢 度过这么一个节日 但是大家呢 一定要记住呢 在你过这个节的时候呢 要记住啊 复活节的这个兔子呢 它不来自于欧洲 而是来自于呢 中国 它的家 在中国的墨高窟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了 我是纽约市的官方 讲解导游员 王尹Hermit 如果呢 您对我的频道感兴趣呢 您可以点击关注 这是我们大都会 渐渐精彩的节目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呢 咱们下期呢 再见